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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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日 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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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還有人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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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你電線啦 不要摸那個電線 很危險 不要摸電線 那個瓦斯耶 有瓦斯耶 可以摸電線 I don't go I n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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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全國的鄉親大家好 在這裡感謝大家對於花蓮 對今天早上7點58分的 7點2級的大地震之後的這個關心 那在這裡跟全國的鄉親報告 目前我們了解的狀況 掌握的狀況有43棟 的這個污損的部分相當相當的嚴重 但是最嚴重的有四棟 也就最嚴重有四棟 那其中其他的三棟的人員 全部都疏散出來 而且都救出來了 那現在剩下最後一棟 就是我們現在的身後 我正位身後的這個天王星的部分 天王星的部分從我們的 陸陸續續從六個人五個人 到現在剩下一位 在我們天王星裡面 在我們天王星裡面 那還生 這個生命的跡象 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不斷的在跟他聯絡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他已經下來了 然後之後又上去 又上上去可能是要拿他的東西 所以之後就沒有聯絡上 那現在我們不斷的在保持聯繫 或者是在搜尋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對外的交通 無論是蘇花公路 現在目前大清水橋的部分 那個部分已經斷了 所以整個蘇花的部分 無論是公路或鐵路是不通的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第二個是在我們台11線的部分 35K七旗的部分 那邊也是因為山崩 這個有點崩落 土石崩落 所以也把目前台11線35K的部分把它擋住了 所以南北是不通的 那大家如果要回豐兵可以透過台11線 也就是我們光豐公路 光豐公路來走來行駛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台8線的部分 現在也是不通的 那以目前的狀況整體來說 污損非常非常之嚴重 那災損我想這些 無論是在屋內的這些的災損也相當的嚴重 大家都還在 還在這個因為餘症還相當的多 第三個就是受傷的部分 目前在回報統計上面有98人受傷 那目前都在我們的這個慈濟門諾 還有花蓮醫院 那花蓮縣政府也開設了三支電話 可以給我們家人來查詢您的家人 是不是已經在醫院 確定那讓您放心 所以花蓮縣政府有開立一個特別的網站 那也有電話在上面 大家都可以打電話進來 關心自己的家人 那第三個 就是歐卡的部分 有三位山友在德卡倫步道 因為土石的崩落地震實在太大了 所以山區的土石崩落 所以當下這三位 就已經被這個崩落的土石給壓到 那已經歐卡 現在兩位已經送到了我們的花蓮醫院 那一位還在入土當中 那以上跟全國的這個鄉親家人報告 那感謝大家對於這個這次地震的關心 那花蓮縣政府以及全國各縣市的首長也都打電話來 也派駐所有的消防隊都陸陸續續要從所俠地到花蓮來看是不是有的協助 那民間團體的部分 無論是我們的這個如果有住宿需求 安置需求的民眾 我們會這個觀光飯店旅館民宿 他也會提供房間給我們的這個災民來使用 所以如果需要住宿的安排 除了地方鄉鎮公所的收容所都已經開設以外 如果需要住宿的安排 那也請可以打這個電話跟花蓮縣政府來聯社會 出來聯絡我們也會盡早來協助安排 目前這棟大樓倒塌之後 樓上的住戶分別在三樓四樓八樓九樓有人受困 那我們透過營地車進入受困的位置 因為受困的傾斜太大 然後民眾的受困也被床部衣櫃壓到無法動彈 我們透過帶破壞器材還有特殊隊的人員 進入破門之後 向雜物把它清除 人員一一救出 我們分別救出了六位 其中四位是男性 兩位是女性 目前醫師清除 目前裡面還沒有人受困 聽說地下室還有三名 目前還在住戶的人口清查當中 目前由我們的檢禁指揮所在調查 這樣進去搶就會很困難嗎 這傾斜 是不是跟2018年的02061的地震 這次地震跟過去的地震差不多 因為這棟建築物大概大概六七十度的傾斜 然後在特殊隊人員在進出的時候 救出的時候 重心都不穩 都會打塌 必須要找個支撐物 確保自己的安全 才有辦法進入裡面 將受困的民眾救出 警察聽說 集合的體驗 也有很多人知道 時間到達後 再找個總統發展 那些尊嚇 要認識2次 人員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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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人員結束 人員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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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結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